四川成都挖出张飞墓 出土文物还原真实面目 只见墓门被打开之际 一把杖八蛇毛树立在墓室之中 极其威武雄壮 虽说深埋地下上千年 但毛风之上的寒气依旧微震四放 随着古墓进一步的探究发现 出土的文物和珍宝也颠覆了 我们对罗冠中笔下张飞形象 特别是古墓中出土的文书 更是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在罗冠中的笔下 张飞就是一介五乎 而墓中文书却介绍张飞写的一首好字 就连台湾当代书法家都自叹不如 因此台湾屠宰业在后世为了追悼张飞 在四川成都的墓碑前赠送了一块牌匾 这才使得后人惊呼 被历史欺骗了1800年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历史上这位张飞武将到底有多厉害 不仅舞的一首好枪 还写的一首好字 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在四川成都华西医院准备开工建设 在施工现场突然发现一座古墓 经过专家再三考证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就是号称三国名将的张飞 大家都知道张飞并非战死沙场 而是被自己的部下张达和范强两人 半夜偷偷成张飞睡着时给割下头颅 作为投降的礼物送给东吴 而张达和范强的命运并没有好下场 对于张飞来说 他的死并非偶然 肯定是跟张飞生性有关 现如今在张飞的神位前 张达和范强还一直跪在他的灵前 说到张飞墓 全国两个 一个在郎中 一个就在重庆云阳 为什么说张飞有两座墓地呢 因为被范强和张达割下头颅 头颅被带走 现在的郎中藏的是身躯 而云阳则是张飞的头颅 当我们发现的则是张飞身躯 后人在罗冠中的笔下 张飞是在扮演着一个 吹胡子瞪眼的狠角色 说不上两句话 张飞就要说出 吃你张飞爷爷意见 其实张飞的死跟关羽也有很大关系 毕竟关羽是张飞的结拜二哥 关羽被杀之后 刘备和张飞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于是刘备就和张飞 密谋给关羽报仇 举全国之兵要讨伐东吴 命令在郎中驻守的张飞出击围剿 东吴江州 而张飞听到刘备的指令 也是卯足了劲 准备给东吴一个教训 于是命令手下张达和范强两人 去准备白甲白昼 如果三日内没有准备好白甲白昼 就要军阀处置 可短短的三日 张达和范强是做不到的 于是两人为了保住性命 一不做二不休 半夜成张飞熟睡之际 来到身边割下张飞的首级 去东吴通风报信 原本两人还准备去东吴领赏 万万没想到是没办成 还引来杀身之祸 一代萧雄就这样被小人所害 不过这跟张飞的性格 还是有很大关系 张飞对比他强的人都是非客气 而对手下的士兵则不懂如何体恤 这也导致他的手下一直处于压抑当中 才会酿下此骨 张飞死于壮年55岁 考古专家在四川发现了张飞墓 由此重新揭开了墓中张飞对士人的认知 尤其是在墓中发现的一件珍宝 更是颠覆了张飞本人柔情一面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飞一生身经百战 手拿杖扒蛇毛 要为官二哥报仇 后因被手下暗杀 伸手一触 分别被安葬在郎中和云阳 在墓中出土的文书有上百个字 而且这些字帖经专家鉴定得知 都是张飞张三爷亲笔所提 书中介绍了张飞生平事迹 就连出生以及家庭都十分详细 可以说很难从张飞 飞身上马三战旅步的蟒夫性格说起 但经过论证 张飞的出生并不是一个蟒夫 而是当地真正的豪强公子 能文能武英勇善战 熟读兵法 但因三国聚金太久 再加上罗冠中的艺术手法 导致人们对张飞真实形象 有了偏激的认知 一般来说在武将的官谷中 出土最多的是兵器 以及各种黄金珠宝 但在张飞的墓中 出土最多的不是兵器 而是令郎满目的书法墨宝 这恰恰颠覆了人们心中 张飞的形象 只有在文臣死后 墓中才会用书画 和文字资料等陪葬品 而如今张飞的墓中 出土了大量的文字墨画 这才让专家大为吃惊 所以说张飞并非是 大字不识的满汉 而是一个拥有琴棋书画的书生 上马可以大战旅步 入房可以吟诗作画 张飞墓被专家挖出 墓中出土的竹签和美女图像 可以证明张飞不仅是一代武将 还是一代儒将 最让人不解的是 曹操竟然是张飞的叔叔 为什么曹操明知 张飞是刘备的结拜兄弟 还能将侄女下嫁给张飞呢 这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从历史记载 张飞一生只迎娶了一位妻子 妻子就是夏侯渊之女 而夏侯渊则是曹操的同族兄弟 所以张飞自然就要喊曹操为叔父 原本来说曹操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答应将侄女嫁给张飞的 但历史上的记载是这样写的 夏侯渊之女夏侯氏出门采丧 出门途中遇到带兵的张飞 因为夏侯氏长相甜美 张飞也顾不上矜持 直接将夏侯氏带到军中 败了天地入的洞房 就这样把夏侯渊的女儿变成了妻子 不过对于张飞而言 身为一代将军 娶个三妻四妾也属正常 但她对妻子始终保持初恋般 不曾迎娶其他女人 可以说张飞还是一个 特别疼爱老婆的好男人 为了讨夏侯氏欢喜 经常提出给妻子画像 还有相关的一个资料 也知道她印度画画 而且还有画过美女 可以说张飞不仅画的一首好画 而且文笔十分了得 有历史记载在张飞镇守边关的时候 她在四川八蒙山上的 一处绝壁上用长矛刻下一段文字 文字字体现如今都无法辨别 只能说从字面意思得知 当年张飞镇守边关 汉将军飞帅精兵万人 大破贼手张布于八蒙 立马乐明 可以说张飞不仅带兵神勇 而且练的一首好字 那么为什么罗冠忠老师 要将张飞刻画的是一代莽夫 可以说大家真的被罗老师 给骗了上千年 如果不是挖出张飞墓 还不知道张飞的形象 要颠覆多久